我是你的好朋友游侠黄文贤 请帮我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节目就开始了 谢谢你 谢谢 好 这是今天的游侠有强华调 你好 谢谢收看今天的游侠有强华调 我是你的好业务游侠 今天讲的是第三集的培养业务第六感 应该不用天天去温习前面的 你要看影片 影片上面有 我们今天谈的是第五点 第五点的内容是 跟你的客人的员工培养一点私人交情 为什么 第一集我跟你们讲过嘛 如果你当这家公司的员工 你愿意做 留在这家公司 一定有留下的原因 但你想走 也会有想走的原因 如果你跟一家公司里面的员工 也相处融洽 他也愿意跟你聊聊天 跟你做成朋友 可以请他喝个饮料啊 然后他如果每天跟你讲说 哎胖子 我做到这个月月底 啊 这样子哦 哎你要走的那一天 我请你去吃个东西好了 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哎去吃东西 你可以从这个员工知道一些 很多公司的内幕 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一家公司的内幕 尤其是有风险的公司 那如果你觉得这家公司没什么风险 你可以不用请他去吃个东西 那如果你觉得这家公司 你本来就正在 把它放在掌控的位置上 你请他吃个东西 搞不好只是吃个偶尔喝个红茶 也没什么损失啊 可是你可以得到的 以别人多 这就是与每一家公司的里面员工 培养一点点小感情 对你是有帮助的 第六点 新公司要注意 每一家公司都从新公司开始 这是不可厚非 但是哦 根据统计 7年 能营业7年以上的工资 大概只有30% 也就是说 你现在的客户 大部分都是营运比较久的客户才对 但突然来了一个新客户 你要注意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背景 不知道他的情形 也不知道他资金流向 在跟这样的公司往来的时候 一定要很保守 因为你要很保守 你才能跟他做交易 你跟他很保守的做交易 你才会从不熟悉 陌生 渐渐了解他做生意的方法 市场 而到最后 你们成为好朋友 和你们大量交易 这是最好的 但万一没有呢 你的风险也不大 通常新公司的危险风险 程度比老公司很重 因为老公司 你有熟悉 有了解 搞不好你都知道他家在哪里 但新公司 你对他一无所知 他很有可能 是来骗货的 好 这是今天游侠有枪滑调 如果觉得今天的节目你还满意 你喜欢 请记得在下面留言 说出你的看法 虽然我准备了十条 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你的留言 有让我勾起我泥肉的地方 我会帮你东西收集起来 在未来跟大家分享 好 我是你的好业务游侠 就这样子咯 拜拜 游侠 黄文贤 我是高雄人 我爱高雄啊 有机会 来高雄出头哦